中秋節前後亦都是滷油、金骨、柳丁的盛產期 只是這些水果食完留下來的那些果皮 往往成為廚餘或垃圾 頭份證供所清潔隊 深感廚餘和垃圾減量的不容易 開始學習如何利用這些果皮製作酵素 希望達到垃圾減量的目的 金骨、橙和滷油 甚至是鳳梨的果皮 都是製作酵素的好材料 這裡是頭份證供所的清潔隊會議室 台上的老師是證供所的清潔隊隊員 台下就是證供所的員工 頭份證供所為了達到垃圾和廚餘減量 特別設計用果皮製作酵素的課程 製作酵素很簡單 只要準備塑膠桶 再將黑糖、果皮和水 分別以1比3比10的比例加起來 靜靜放置3到6個月之後 就會發酵成酵素 不單可以作為種菜的肥料 也可以除蟲 甚至還可以作為碗盆清潔劑或者木浴精 是最天然的除蟲清潔劑 頭份證在98年的時候 每天產生垃圾52到53噸 經過垃圾減量酸度 還有資源回收之後 減量到每天43到44噸 節省的焚化費 回饋到環保志工的福利上 現在繼續推動儲餘減量 希望借此達到環保大正的目標 環保大正的目標 請問,請問,請問,請